妈祖绕镜队伍行进雾峰林森路上 热热闹闹的准备朝南投县草屯前进 在台中跟南投县交界的无锡桥段 台中市长林佳龙跟多位的地方明代 更特别的前往接驾 并祈求妈祖必有地方 沿途我们看到家家夫会摆乡案来祭拜 这表示我们对马祖的一个崇敬 也象征了马祖的神力无边 那沿途都保佑所有经过的乡镇区域 大家都能够平安 感觉就是说人情味非常浪 还有众生的灵感 妈祖众生的灵感 会比我们风鸟雾顺和台面 按照传统 玉雀桥人公赵敬队伍必须跨过乌溪桥 再交由南投接驾赵敬 而今年台中市长林佳龙也亲自扶软 南投市长林明珍在桥的另一端摆设相案 跟南投敦河宫庙方人员持相接驾 鞭炮声裸骨声不觉于耳 镇头更是一个接着一个场面十分热闹 那这个跨越县市的一个绕镜 那也显示了就是台中跟南投关系的密切 所以几乎我相信现在中当头的区域治理 不只是我们行政首长的一个工作 连这个绕镜活动 这样一个宗教文化都结合起来 农历3月23号是妈祖生治 有不少庙宇在这之前都展开了大规模的绕镜活动 来祈求地方安居乐界 欲借朝人宫的妈祖照镜 今年多了两县市首长护驾 也让彼此的宗教情谊变得更紧密 就这样林佳化台中采访到 一次下宗教 接下宗教 独播 해도 被